冬天零下十度 在沈阳的街头还这么长的队 您猜干嘛的 领冰过 我们三沙沈阳第二天来中街了 这一下公交车好家伙 这路中间这个灯笼吓一跳 这也太多了吧 路上灯笼一挂 沈阳浓浓的年味就上来了 咱东北菜量大 挂个灯笼量都大 我没见哪挂灯笼这么个挂法的 太多了 这等晚上我们再来拍拍 远看就像小市的树似的 这就叫市市如意 尝尝吧 这不排队 咱上回来 网友说这店 是他们这中街上的老店 尝尝 你赶紧吃了 这点太冷了 热乎的 对啊 我就说肯定辣了 快点炸 要是甜的 甜的 看啊 尝一看 好烫 不太辣 不甜的 还行 挺好吃的 可以吃这个招牌 它面裹得厚 炸的还挺酥 里面还行 一大块大块肉了 五块钱一根还挺直的 刚才那个牛排是素 不带手套 这手搁外了一会儿就冻的就疼 现在是零下十度 这条街里面的那个社会员 基本上都换成大花袄了 而且你仔细看 这每家大花袄还不一样 我发现了 大花袄是有红底的 是有绿底的 还有蓝底的 有黑底的 都不一样 都一样 那个叫工作服 南方人讲究过时不时 认为冬天喝口绿豆汤都在伤身 可大冬天来了东北旅游 早就把这些抛到脑后了 好吃的冰棍不能错过 特别是居然还有免费的 还能排吗 什么 你看人都拿着呢 我们也去排队吧 这后面还这么多心 那我估计徐哥能排一下 看这队伍 徐哥排哪去了 你看你耗头都这么多人了 这天领王子 你回家都不带话 人家这也不分 是不是南方小土豆 人都给 我们俩上屋里吃去了 实在太冷了 这里边是牛筋了 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